欢迎大家收看徐少华频道和李婉华频道 大家好,少华你好 你好,我的频道叫徐士论 是的,徐士论,没错 那些人就不喜欢我叫你做少华 不是不喜欢,是不习惯 那我今天就叫你老徐好一些了 不,其实一向我叫你英俊的 是啊,你一向都叫我英俊的 这个,我也说了 阮华其中一个和Kennie Leung的最大的优点就是有那句说那句 是啊,今天我们是吧 我不认识徐少华的时候 他真的都挺英明神武,风度偏偏的 那比起现在怎样呢? 今天呢 小心说话 今天我觉得你的样子真的有精神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见到我呢? 当然了,我每次见你之前都要 好像那些香港官员见习近平那样的 静身啊 哈哈哈哈 很大件事啊,大哥 是啊,我看到你已经静了身了 我看到你有一些不同的 是由内而外的那样化出来的那些味道 所以说和你做一支节目 哇,很免得的 就是和见习近平一样的 哎呀,要七天的 就是要做七天静身 这么紧要? 是的,现在我们和温哥华和英国的时差都 我们先说一说 今天呢,我们是录影了 录影的时间呢,现在我们是7月13号 英国如果是7月13号 现在是晚上的好像是八点二十分了 现在是八点二十分了 但是呢,现在呢 英国呢,英国呢,仍然是日头的 还亮的 不过呢,有机会呢,做一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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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越来越黑的了 上次我都是这样的 你现在看着那个枪是不是? 对着那个枪 对着那个枪 对了,还是一些日光的 不过今天呢,是很特别的日子,知道吗? 是,是怎么样? 7月13号呢,在英国来说呢,是属于叫做超级月亮 那加拿大你好像是已经是昨天的事情 是啊,其实呢,这几天呢,我们的天气不知多好 那我也有幸去看了这个超级月亮 很大,真的很大 我们其实连续这两天呢 那都是月亮很大 那我相信跟英国一样 这个是英国的,徐少华提供的一个超级月亮照片 这个当然是旧照片啦 这个是6月的 这个是今年6月的照片 因为6月都试过有一天呢 就是那个所谓什么叫做超级月亮呢? 就是那个月球和这个地球最接近的 很接近的 那今天呢,应该是比6月更厉害了 今天是英国的超级月亮 那一会儿呢,我和你做完节目之后呢 我就带上一家大小就去那个公园那里看看 那个超级月亮了 今天天气有没有昏? 有没有昏? 今天天气都OK OK吗? 是 OK,不过就很热啦 英国现在热浪啊 不知道你加拿大是怎样的呢? 我们OK啊 我们温哥华就不是很热 是天气的太阳晒晒而已 晚上都凉晒的 你们呢? 我们现在三十几度 这里很热啊 是呀 因为呢 地球暖化是令到欧洲是越来越热越来越热 英国这些好像说去到下个星期一就会破纪录了 有史以来最热的纪录了 英国 你们小朋友放暑假没有? 放了 两个放了一个没有 小学那两个就放了 中学就没放 如果放了暑假 那在家里都什么呢? 要走来走去 要热热热的 你们怎么消暑呢? 这个都是一个我头痛的问题 本来呢 暑假肯定是四周去的 但是呢 就由于呢 这个英国的铁路又罢工 然后跟着呢 那个机场呢 就乱了 你现在想买机票呢 那个希斯路机场就已经 要求航空公司就说 不要再卖了 我们已经顶不住了 已经顶不住了 所以呢 其实你说想出外旅游呢 今年的暑假就 真的没有这些歌唱 我们唯有就是叫做去一下 那些露营 去一下露营 还有去一下苏格兰 本来暑假应该好好地 带小朋友四周游览 这个也跟我们今天的题目有关的 就是呢 我们说究竟呢 英国 我不知道你一会儿可能说了一些加拿大吧 我两个小朋友就读英国的小学 那我经过了一年之后呢 我体验到些什么呢 就是个人体验啦 又不能太过 就说全英国的小学都是这样的 就不一定是这样的 邵华最近呢 我就发现很多的媒体呢 都在那里说英国不好 又说英国呢 那些牛油哇 就是这么贵 又说呢 最近又看到啊 梁振英呢 就说英国那个教育呢 又不是那么好 梁振英呢 不是很适合我们的 那究竟是不是呢 我想证实一下先 这个国家领导人梁振英呢 就连续四天 就在他的Facebook那里呢 唱衰英国 这个是其中一则 他说了什么呢 我就不读了他 这则很长 他就说 大家都说得比较多 就是英国的问题是什么 失业 通胀 开支等问题 但是其实最头痛的不是这些 最头痛的 是最不能宣之于口的子女问题 为什么子女问题是这么大问题呢 子女问题不单是找学校 以及不懂得说中文的问题 而是子女入学之后的适应和管教问题 这里稍后我会讲 我自己的体验是如何 还有他就说 过去四十年以来 他住过英国三年 之后跑遍英国二百多次 所以他说我只知道大部分这些地方 香港人都不能够适应 他的结论就是 我有经验 我经验和梁振英真的很不同 无难言不切 我觉得完全没有适应问题 还有他就说 入读公立学校最大问题 品流复杂 英语的口音相对可以解决 但是最大问题是什么 文化震荡 什么叫文化震荡 他就说看到白人做青道夫就是其中一个 为什么呢 梁振英的脑海里面觉得 白人高高在上 让你看到他做青道夫就是文化震荡 还有他就说 还有未成年的性行为 还有身边的中学同学就怀孕 他说他说他做家长的你有没有准备好 出了问题找谁啊 找罗冠冲啊 他说 罗冠冲大概就会用一个字 顶回去 FREEDOM 他本书叫FREEDOM 我看了 很好看 大家值得买来看看 他说 不找罗冠冲找谁啊 找约翰逊 Boris Johnson 他叫勾勾地 Boris Johnson下台了 好了 接着Boris Johnson会怎么回答你啊 他说 他叫你入乡除俗 意思是 大家一起 美成年发生性行为 没问题的 入乡除俗 15岁怀恩 有什么问题啊 堕拖有什么问题啊 老嬸说 这里先说说回回梁振英 其实你觉得他在这里 高级黑着李家超呢 其实会不会在这里 为什么呢 为什么要这么说呢 现在香港坊间常常说 怀疑李家超和他老婆 生了他的儿子的时候 有人传是这样传的 这是一个迷 嗯 我也听过这个传闻 不知道我记得上次有没有提过 总而言之 这个呢 我就觉得 这个梁振英真是居心不良 好说不说 又要说15岁 还没有买印 他其实是不是不妥 李家超呢 真的 我觉得不排除这个可能性 特意点出来这件事 然后他还说不出几年了 所谓的移民英国的香港人就会发现了 自己身份的转变不单只是拿了英国护照 而是五加一等于六年之后下一代的价值观 完全变成英国年轻人那一套 脱离中国人香港人那一套 为了走而走 犧牲品就是下一代 这一篇就大致他讲这些东西 好了 我想讲一讲这一件事情 梁振英连续四篇是唱衰英国 反而我有兴趣一点就讲政治分析 我先不讲他的内容对与错先 政治分析是什么呢 这样咬英国法 就就是说 其实我怀疑 这个政权开始支痛 香港人走得这么劲 而走的人当中有很多是精英 我不是啦 但是其他的就是 你是吗?不是啦 我当然不是啦 我的退休人士而已 你成精了 怎么知道是精英的 成精了 我的精 还有带走资产 我想其实那时候中共没有想过这么劲修 也没有想过英国会出这个BNO平权 5加1 他没想到 好了 后来知道5加1之后都觉得 不会走的 赚钱当然在香港找好了 因为这些政权 特别中共 在脑海里面是没有所谓的价值观 他们觉得他们自己也是 钱大过天 赚钱哪里比香港好 这是事实 不过问题在哪里 我们香港人看到过去这两年里面 香港人香港的淪陷 当中最主要最主要的就是价值与司法 嗯 是 这个就涉及到 真是触及底线了 触及香港人的底线了 是 好了 这里我就说 其实呢 梁振英 你信不信那些东西是他写的呢? 我就不信是他写的 我相信呢 就是由一些叫做代筆 然后跟着呢 就用他的名义发放出来 而这个代筆呢 也都是一个叫做政治任务 看一下 这个阿爷想说什么 那我就说什么了 那所以呢 我自己第一个呢 想说政治分析是什么呢? 痛了 中共开始呢 就是觉得这样走下去 就不是办法了 是是是 你都看到这个走是没有停 继续来 特别你现在既然选了李家超 这个世界很有趣的 你不想发生的事情 但是你自己在做的事情 就是推香港人走 你选一件这样的事情 来去做一个特首 还有上台没多久 你看到他推什么? 推那些健康码 嗯 是是 然后跟着黄码、红码 又有这个什么实名制 就是那些叫做安心出行实名制 那样 喂 你不怕吗? 你大陆现在那些的红码、黄码 就是用这样的方式 你去控制人的出入自由的 他不想让你留在家里 于是你本来是黄码 我都说你是红码 是是 阻挡你 阻挡你 阻挡你了 最近一个的河南省 那些叫做那些 村镇银行 是啊 出了事了 出了事 那接着那些人就出来示威 出来示威那些人突然间发觉 喂 我的健康码为什么突然间变了红码 哎呀 突然间变了红码 因于是你就不可以 你就留在家里了 或者甚至可以抓你、锁你 如果你不再继续出来的话 那这个呢 其实就 你说 我以小人之心 计这个李家超之福 那我觉得 这个所谓的红码、黄码 这个时候说 到实行的时候 就是作为这样的用途了 又是国家安全的用途了 做了之后 任何用都可以 其实 怎么用都可以 是的 他怎么用都可以 他说不会这样用 李家超说不会 不会是健康以外的用途 这些就是你以后会听 香港官员以前不是的 以前真的有那句说那句 就像你这样 说我年轻 现在就不是的了 现在你要反过来听 他心里有鬼 告诉你 不会的 我们不会用在一些 非健康的 卫生事务的用途 真的会 是的 此地无银 你不需要刻意去说说不会的 是不是 你就刻意去说说不会 以后下山一千字 你自己想 所以你就看到 这个叫做 这个政权 现在我想说梁振英的那件事 就是说 你看到他一直在唱衰英国的移民生活 其实就是因为他开始不想香港人走了 但是他们的政策又不停地是反转的 结果是反转的 找李家超上场 然后李家超这些红马和黄马 全部都是推香港人走的 是的 是的 他又说到英国这样 事实现在邵华已经都一段时间了 你小朋友有三个 那怎么样 道德开不开心 是不是说到 那些价值观很不同 同学 你香港人 或者是 那些英文口音真的难学 不适应 很多回回头 是不是这样的事实 这个 我也想知道 这样说梁振英说 口音不是一个问题 他说 这个是小问题 小问题 对小朋友来说 真的没什么问题 我现在我的女儿说话 开始有英国口音了 开始 OK 但是我觉得 梁振英这个写手 背后写手 其实也是一个高手 这个高手 就是很懂得掌握 一些司妻的 父母的关系 哎呀 就是说那些性问题 未婚三仔 还有什么LG 什么Q LGBTQ 是的 LGBTQ 好了 这些就是很容易中的 但是老实说 我不可以说这些全部是一个 不是一个道理 这个是的 我相信英国的社会在性方面 实际上是开放一些 这个是真的 也就是他们所谓的 同性戀 異性戀 诸如此类 这些 是所谓的左翼的价值系统 就是说要尊重别人的自由 这个是个人的选择 我们要尊重他自由 尊重自由而已 没有鼓励你做什么的 没有鼓励你做一件事 没有的 但是我想说一下 如果香港不是这两年沦落成这样的话 你又怎么会逼得香港人走 就是说什么呢 梁振英所说的这些问题 即使是这样 香港人也要走 因为叫做两害取其轻 我先退一旦步 我认同你所说的 OK 即使是这样 香港人也要选择走 为什么呢 因为香港现在的问题 比梁振英所说的 没有了普世价值观 没有了一种我们信任的司法制度 是 没有了是非对错 黑白 你发觉越来越同 很难跟小朋友去说 为什么警察可以这么做事 为什么政府可以这样去 不断去抓那些年轻人入宫 但是他犯了什么错 他是不是杀人放火 不是啊 他为社会公义站出来萎收 为什么画一个漫画出来都要抓 这个真的很难过 很难过 还没判的 但已经运了很久了 是不是 为什么古思尧 古思尧只不过是准备着 去一个冬奥的聚会那里 就是冬奥台棺材 准备而已 现在都说不行 犯法 而且还有 捉了入牢 然后不容许保释 什么事啊 为什么可以 要用一个这么严厉的手法 去对付一些抗议的人士呢 这个是你怎么解释 跟小朋友解释 但是他现在依然是说 有集会自由的 就是跟一些外国的媒体 是这样说的 有自由 集会去支持政府 嗯 是的 他说有自由的 有集会自由的 什么也有 没有变的 有结社自由的 但是你那些公民社会 所谓的结社自由 就是你一定的社团 是要支持政府 嗯 是的 这个就是中共的逻辑 什么没有 你有支持我的自由 只不过你没有反对我的自由 是的 是的 我就觉得奇怪 就是他们最近 都有很大的声音 去说英国 那当然了 我自己真的 没有在英国生活过 那他的教育 我就觉得 少华你不是今集 你之前已经跟我说 哎 怎么样啊 你的孩子有没有适应问题 少华就说 没有啊 我们不知道很适应啊 不知道是没有这个问题 没有适应问题啊 是啊 上次你问我的时候 我说没有啊 这个不是 没有适应问题 就不用说什么 適应过程了 完全没有过程 就是没有这个过程 是啊 这个呢 我想说呢 我稍后会再讲一下 我体验到的英国的小学教育 我不可以觉得太阔了 为什么呢 如果再讲到上中学 就讲到天亮 就上不了月了 是啊 首先第一件事 我想讲讲我的教育理念是什么呢 嗯 其实我和我老婆都是比较 看重什么呢 是看重小学教育 多过中学 甚至是大学的 这是我们过去一直的共识 所以小学是很重要很重要的 所以我来到英国之后 我来到英国之前 我已经在香港的时候 就密释 现在我小朋友的 读这家小学 那时候大家电邮来往 好像通过电话 好了 好了 来到英国之后 我们甚至是去到那个学校那里 on-site 看一看 见一见校长 好了 这是第一点我想跟大家分享的 就是 如果你还是有小朋友 我认为资源应该花在小学那里 因为 这个小朋友的建立他的自信 presentation 他那个社交能力各方面 其实是在小学的 嗯 不是知识 知识不是很重要的 知识是去到大学 中学都 中学都不重要 我自己觉得 开开灯 真的黑了 是吗 OK 现在又 可以吗 可以吗 那个样子 色调不同了 是 那我自己觉得首先一样 可以吗 现在都可以 可以吗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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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亮 那会很光亮 色调去看看 色调 色调还是鼓涉好 可以开了 不过就是你的眼镜可能会反亮 就是这样 OK 就是这样 好 面色比较好 在香港小学 所以我就选了这家私立小学 本来如果从财政的角度 当然读stay school 读公立学校 不用学费 但是我说钱要花得其所 所以我就愿意花钱在他们的小学教育 其实在香港也是 在香港的时候我就选了一家 小班的一家小学给他们 那时候也是这样的 我女儿来一家英国小学 就只读了一年 而我现在毕业了 现在叫做小鹿毕业了 然后我的小孩就会再读多两年 总共三年 这家学校有很多好处 第一件事我最认同的就是什么呢? 就是他们给很多机会 给小朋友去present自己 嗯 在他们所谓的Assembly那里 在Assembly那里 那些会有一些叫做House Captain 轮流做的 由ESX做House Captain 然后会Lead Assembly 然后会负责领奖 哦 nice 也都要去做领土 因为现在是一家学校 这个第一点我自己觉得 喜欢的就是 还有 它是给小朋友参与校证的 小学了 嗯 咦 这个很好啊 真的 参与校证 可以表达你的意见 这一点呢 首先第一点我觉得 这个对于小朋友建立自信 presentation 这些可以有实质的操作 经验 训练领袖 训练领袖 是训练这个 自信 第二点呢 我很喜欢这家学校 就是它的那个叫做价值观 它是一家 其实我估计 在英国的学校当中 不只是这一家 为什么呢 因为英国是一个基督教国家 基督教国家 所以在学校里面 现在是基督教学校 所以他们在一个 无论是 我们叫做 举一个例子 Speech Day Speech Day 就是他们毕业典礼那里 他就找了一个上议院的议员 他是一个黑人 移民 但是可以在英国那里 非常成功 到最后做了上议院的议员 你要知道上议院不是选举出来的 其实是因为他的社会的地位 各方面 所以他可以做上议院的议员 哇 这个人来说话 是不得了 他的议员非常精彩 这家学校其中一件事 我觉得他最成功的地方 就是议员 无论是校长的议员 或者是毕业典礼 找一个上议院的议员 非常托得 他可以 声演这三个猪子的故事 是可以唯超唯妙 然后把这三个猪子的故事 的精髓到最后 结束得很好 所以我觉得很重要的就是说 很漂亮 而且每个人都来自不同的地方 英国校服真是很漂亮的 普遍都是很漂亮的 这个相片里面有不同的人种 我正正想说 这个梁振英 好像是第二篇所说的 就好像说到有关文化震荡 正诸如此类 实际上 你来到英国读书最大的好处 我自己觉得就是 你让你的小朋友有机会 去接触不同的人种 今年 未来那一年 就会有一个Ukraine的小朋友 很多英国的学校 都会接收一些Ukraine的小朋友 无论是私立学校还是公立学校 这是一个他们的慈善 哇 这些大佬挺好的 我自己觉得 你教育是什么? 其实教育不是知识的灌输 这是最次要的 特别现在这个互联网的时代 我们有什么是学不到的 最重要的反而就是 刚才除了说建立自信 建立价值观念 还有就是建立一种 与人之间的互动 交往 是 现在尤其是重要的 其实 所以我自己觉得 你梁振英说什么 那些东西呢? 其实 你在香港是没可能有这样的环境 那个环境就是 你可以同时之间接触 来自世界各地不同的一些 这样的国籍的人士 是这个很珍贵的 就是在外国才学到的 香港主要是你要听话 和你的分数要好 听父母话 听老师话 那就可以了 那你就 strict A 那你就 符要直上 这样 但是呢 我们这边的教育 真的有 不是这样的 就是你成绩是很次要的 他们都没有分的 我不知道英国 我们这边是category 不会说有什么分数 那变了他们知道大概自己是什么area 那就努力一点 不够好的就努力一点 好的就不错 一个鼓励 这样没有说A、B、C 小学教育是没有的 刚才阮华你提到很好 现在我所体验到的 这间小学的私生关系是什么呢? 我们中国人 香港其实是用中国人那一套 要专丝重度 这件事情其实我是反对的 我是反对的 为什么我们要尊重你呢? 如果你不值尊重的话 你就算好像梁振英好 林郑月娥好 我不是当老师了 你叫做特首了 我为什么要尊重你? 因为你不值得我尊重 尊重不是要努力来的 所以英国那里很不同 我现在体验不到 这一年这家学校是什么呢? 私生关系非常融和 因为为什么? 它是不强调老师的专业 它强调的是爱和尊重的关系 互相尊重 还有是爱 你看到我那时候 我的小朋友毕业 最后那一天 那些同学抱着老师 你在香港有没有见过? 我就没有见过 在香港说你抱着老师 这个是要保持距离的 老师和学生要保持距离 但是英国不是的 你看到 你待会可以播一播 叫做Color Run 可以啊 现在播好吗? 播一播 他们有很多活动都很有趣 这个我觉得真的非常好 这个叫做Color Run 这个叫做Color Run 顏色的就是老师 在这个跑道上跑的就是同学 吻完顏色是没有吻水的 那好了 所以呢 Color Run那天 那些小朋友呢 就要跟我们的黑色衣服 那咬完之后呢 就全身濕透了 濕透了 那还有一个片段 你可以播完的 就不用播完的 那个跳舞的片段呢 就是他们的叫做 是一场不业的一个派对 那在派对之前 那些老师 就是在外商打死了 他们在一起 在一起 还有呢 在这里跳舞 有一个妈妈的校长 在这里跳舞 就是在这里跳舞 当中有些学生也在 大家玩了 一、二、二、三 那这个就是 中国教育师生 你看到的关系就是 大家玩 玩在一起的 哇 挺好啊 打band 开派对 这个真的 我觉得是很特别 这个 我们这边 我家学校都没有这样玩法 哈哈 我不知道其他英国小学有没有 这一家始终是私立小学 那些的公家小学 会不会有 我真的不知道 所以呢 我也是一个比较相对 大家听我这个体验的时候 当中可能要打这个折扣 不过我自己觉得 相对来说 这个涉及到就是英国文化 我觉得呢 你就算公立小学都好 未必有这么多这样的活动都好 但是 那个文化大致都是 讲求什么呢 私生的关系是 建基于尊重 而不是建基于尊严 你不要硬要我呢 因为你是老师 所以我要怎么样 就是一定要听你的话 如果你说的东西是错的 我是可以表达我自己的意见 其实阿昭华我很同意你说 因为一个很传统的一个社会 只是懂得尊丝重度 就没得自己 因为永远把自己都摆到很低的时候 自信心是很有限 那对于他们将来长大的时候 对于承担社会的压力 或者如何去奋斗 其实是 一旁就是尊丝重度 你就是个人很弱 你没有那种自信心去 走出你自己精彩的人生 甚至是去 你觉得人生是很漫长 你很多事情 很多机遇 亦都要有很多奋斗 还有很多的创新 是不是 理念很重要 令到社会才会进步的 一旁就是 就是有权势 或者是年纪大的人 去押一些的年轻 不让他们想什么 不准他们乱说话 只是听我说 的时候 顺民 各个顺民的话 这个社会 继续下去的话 就会越来越 没有了颜色 越来越干 越来越没有起色 所以我觉得 应该是 一直都是这样的 一定要有创意 有自信 Exactly Exactly 阮华真的补充得很好 这个真的 Exactly 就是这样的意思 喂 香港 以前 讲的尊师重度 跟现在很不同 现在是恶劣得多 以前我还可以接受 中国传统文化那种 就是说 他是你老师 你要给一些尊严 或者这些 但是现在是要他说 明明是黑 他说到白 或者明明是白 他说到黑 我都不可以反对 现在香港的教育 就会沉落到这样 因为整个政权是这样的 然后学校就要执行政权 然后历史又要转改 这才是大问题 英国不会是这样的 还有 刚才说 英国整个教育制度 基于尊重 不止 他还有一件事 非常好 就是我的体验 就是什么呢 他是用鼓励赞赏 认可 我去建立这个小朋友的自信心 跟香港不同了 香港老师大多数就是批评 你哪里做得不好 是 但是呢 我现在读 我的小朋友读的小学不是的 他很有趣的 整天颁奖 整天颁奖 差不多你在里面读 每个人都拿过奖 那些奖不是学术奖 有时候就说 这个小朋友 这个星期 哇 哪里有很大的进步 那位老师就会 请他出来 颁奖给他 然后当众去赞扬他 而他的毕业典礼里面 有些奖励 奖励差不多每个人都有 而是一般的 是订阅 就是因为你这个小朋友的独特性 就颁奖一个属于你的 是是 就是很大进步奖 这样的 是吧 有些奖励就说 他是进步 有进步 是的 一是进步 一是value 其中他很注重value 就是说 你完全看 你的行为 体认到我们这家学校的value 他有一些奖励就是叫做 你是很照顾别人 是 很有爱心 有些就是 也有些学术的就是 比如computer 你的computer 在我们全班当中表现得最好的 总而言之一定有奖 每个人都有奖 此其一 第二 还有一件事 哇不得了 香港没有可能做得到 就是 那位老师 因为一来在台上就有大约二十个的不业生 有个老师逐个逐个说 逐个逐个 每个人差不多说成十分钟左右 没有啊 是讲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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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啊 整个毕业典礼以前 你在香港参加的毕业典礼是仪式来的 是一个 是以学校为主的 每个人逐个说 我看到 我怎么看到你的进步 我怎么看到你的优点 你还有寄语 对于你离开我们学校的一种寄语 哇 说到小朋友这么开心 所以这些就是我想说的 就是 我体验到的英国教育 其中一件事就是 英国人都很懂得赞人的 事实上 不只是在小学我体验到的 英国人什么都很棒的 很棒的 很棒的 很正确的 用的词 怪不得了 老徐 现在那些世界大学排名 很神奇的 看到就是 除了第一位是MIT之外 美国 第二 第三位都是Ossford Campbridge 就是那个 你明白吗 就是最優秀的大学 就是 英国都占很多 这个我觉得很神奇 我觉得是 这个不奇怪 因为跟英国的文化是很有关系 其实英国 我已经说了 我现在试试再提到这一点 就是 英国的国教是基督教 无论是基督教 天主教都好 总而言之它是一个信念 是一个有信仰的国家 很多人对宗教是痴痴以鼻 或者是抗抗 其实不是的 宗教 一个国家如果是有一个信仰 其实是很重要的 因为它有价值 这个就是中国所没有的 这个就是中国所没有 那么它的信仰是代表什么呢 它的信仰就是它的价值观 它有一个价值观 这个价值观就是 它就是知道 上帝创造人类 于是其中一个就是人人平等 第二 它的价值观是什么 上帝做你是unique的 是独特的 所以呢 所以学校也会因为这样去教你 就要相信自己 You have to believe in yourself 这个也是我说上议院的议员来说话的时候 很强调一点 跟学生说 你永远都要相信自己 好了 又说就是说 我们又要什么 既然我们是unique 人家也是unique 所以我们要包容不同意见的 我们是要尊重别人的 好了 同时之间 因为上帝创造这个世界 给了一个使命 我们要好好管理这个世界 所以它做什么 你要贡献社会 你不是只是寻求个人的利益 你是要将上帝给你的东西 去贡献出来 喂 这就是价值观 喂 你说回老彩 我小时候 我们小学 就是读教会学校 我所有的value 就是来自他们的教育 我们很强调平等公义的嘛 是啊 爱心嘛 因为我们是天卑嘛 我们这些都要学 当然也是从而得到自信 所以这些就是我们 好像你说的 小学教育那么重要 就是我们都是用这些value去长大的 这些就是英国给我们的 没错 因为当时是很多英国的教会来香港办行 好了 一个有信仰的国家 他的教育就不会太差 就是说这个时候信仰是相信一个超越人类 负责定规则上善佛恶的上帝 这个就是西方社会强大的背后的动力 这个就是他的动力 他相信有一件事是超越我们人类的 他不是好像东方社会那种什么 人可以成为神啊 天地合一啊 我不是批评那些 但是我是在说difference在哪里 西方那个的极强大 是因为他相信一个叫有being的 是一个有位格的 是超越我们人类的 你清理上帝也好 你清理什么都好 总而言之 这一件事呢 是令到人有谦卑之心 人呢 就会知道 将来要从上帝交代的 你在这个世界做的事情 所以 谦卑 是的 是的 还有一个人如果没有一个信仰呢 就是觉得有一个力量是大于人类的话 他们就会相信了权力和钱 他们相信了这件事 中国就是这样的 中国因为没有上帝的嘛 中国是没有一个叫做有外来的 什么都是 到最后就是权力 而权力是要怎么运用呢 是为了要截过人的利益 所以你看到中国社会什么小粉红呢 我最近被骂得多小粉红呢 小粉红是什么呢 他们所谓的爱国是假的嘛 他们的爱国不是真的要为了建立社会公义 不是为了要国家强大 他们是因为国家强大而躲在后面 获得好处 获得面子 这是一个在没有上帝没有神没有外力的一种的人 到最后他追求的是什么呢 他到最后只是追求个人利益 个人利益的最大化 所以这个为什么呢 我说如果你想你的小朋友 梁珍所说的全部都是不重要的 什么婚前性行为 什么LGQGPDB 所以这些不重要的 重要的是value 你的小朋友是没有value呢 没错 很对的 邵华我发现 你说得对的 以前好像我们的香港 绝对没有这个问题 因为我们都是这么大的 我们很相信我们的价值观 但是现在是扭曲了 现在是害怕拒怕权力 现在也是在实践一些 令到你害怕的东西 令到你更加不敢说一些 应该是对的价值观 藏在心里面 说真的你收得多的 用不了出来的 你自然就会萎缩 就会没有了 自然整个人都扭曲了 所以这个将来是一个很恐怖的consequence 可能会是一个很乖的社会 全部都是听你说的 但是人就只不过是一个robot 就变成了没有自己的意志 全部是权力去控制 生死的权亡 就是权亡都是因为权力 说了事 所以这个就是 梁振英所说的那些事情 是屁毛 他说他去过二十几个旅程来到英国 于是就说不要这个地方好 我自己觉得这个绝对不是事实来的 是的 这个是为了要完成 刚才一开始我们说的 是完成他的政治任务 而强行说的东西 其实这个教育 我很同意老彩你说的 其实真的是教你自我去建立 自我一个 就是相信自己的一个教育 是要相信你自己 以及尊重 这个是很重要的 尊重 是这样的 他们自己每个人走出来 都很有自信 你发觉在外国长大的小孩 无论他是什么 即他是什么能力都好 不要紧的 但他们都有自信的 他对自己的现状是满意的 是自信的 是的 所以力量是很大的 我会觉得基本上 就不可能全部都是这样的 但是普遍来说 英国小朋友的presentation的能力 是强过香港的小朋友的 比较 是比较 就是 好像说无论是自信心 或者是 其中一件事 为什么会这样呢 其中一张照片 是一个drama 你看到 你可以再进 那么 这间学校 这个drama 他们是很喜欢用话剧来去教历史的 那么 这件事我觉得是很好的 哇 我看到我的小朋友 我女儿一向都很害羞的 但是呢 只是在这里读了一年书 哇 你看他上台说话又大声 他演drama的时候又不怕 这个其实是很好的教育方式 就是drama 这个呢 我不知道香港的小学 是怎么样的情况 我最少看到我现在读这一家的小学 哇 一年里面我看了他四五次 由小朋友做的drama 他就会邀请家长来看的 那么这个也是一个很好的教育方式 而英国那个drama的传统很强 你也知道了 Sixbyers嘛 Sixbyers嘛 那我们都会时不时带他去看歌剧 这样 因为香港很少这样的机会 是不是 这个也是一种教育的机会 英国是多了这样的教育的机会 你可以带他去看drama 而学校自己本身又有drama 他给小朋友去演戏 但是这个演戏又不是凭空的 他当中有一些历史的 既是玩drama又学到历史 除此之外 他又有一些很多 刚才你看到的Color Run 又有Field Trip 其中一个Field Trip 我印象很深刻 我女儿竟然又跑去爬独木舟 哇 三天 三天两夜还是四天三夜 都不知道 好了 又爬独木舟 又爬那些木布 哇 我看到照片我也害怕 但是 英国的老师是够胆承担的 就是鼓励 够胆承担去 是啊 喂 你在香港不用想 那些老师说你不要搞我 大哥 一晚一出事 我怎么搞 那这些呢 都我觉得是一些很好的体验 对小朋友来说 是啊 老徐 因为你要看Super Moon 我想我们不如说一个最后一个话题 就是 是 他提到自由 这件事 就是在外国读书 学的所谓自由 那他们就觉得 如果香港的家长就很难驾驭了 去西方所谓的自由 你又怎么看呢 我看不到英国的自由 其实是有一个极限的 不是梁振英所说的那种 我做什么都可以的 LGDPQ 其实是一个自由 就是在说 只不过是说我们要尊重别人 OK 我们尊重别人有这个权利 但是其实 由于我说它是一个有信仰的国家 所以其实到最后 反而 他们是不会为恶 你说 同性恋 我不是损害你 老实说 这是他们两人之间的事 你重点在哪里呢 为恶才是最大的问题 这个就是现在中共大陆做得最多 毛泽东做得最多 习近平做得最多 就是为恶 这个反而 一个有信仰的国家 他反而这方面就有一个限制 既是有一个民主制度限制了他 虽然Boris Johnson也下台了 Boris Johnson有什么大罪呢? 老实说 哇 他比起 梁振英比起777 小疑科 只不过不是很诚实而已 就是他那些 叫做 一早就知道有一个国员 其实有一些私德的问题 但是呢 很明显 Boris Johnson 是不看重这些私德的问题 是 是看重能力的问题 这个每个人 我 其实我多明白到Boris Johnson 就是他觉得做事最重要的能力 私人得行 他反而不是很注重 甚至他连自己也是 哎呦 他说话而已 有什么这么重要 白灰 英国人最棒的 白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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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的 他不是白灰 他是真的逮捕 是的 我反而觉得 自由 你看一下你怎么看 一个有信仰的人 有信仰的国家 他们是会有机会 是你所说的 可能性行为不会 性行为会比较开放一些 可能会说一下谎 不肯定 但是 这个不是什么大件事 大件事那些 现在就发生在香港 发生在大陆 杀人放火都行 你说政权 我最近在看一本书叫做 余杰写的那本叫做 《民国黑暗黑史》 你看回中共之初 是如何如何杀人无数 用尽所有奸搞的计谋 完全不讲任何的道德 这些才是大问题 他们是有自由杀人 自由作恶 其实我觉得自由是 首先不要将人性扭曲 你让他做回自己本身人性 是明白人性 擁有的东西 对不对 就像你说那些 性格那些 那你就在学校做多些教育 在香港完全是避而不谈 或者是一个好像 比较敏感的一个题目 其实在这边一点都不敏感 这些是人性来的 你要教他如何安全地去处理这件事 就不是说压抑他 不要做 你不要做 如果你压抑得多 你就会往另一个方向去发展 所以我觉得这边的自由就是说 他尽量是合乎人性 而慢慢加入他的价值 再去看看如何将他做一个好的人 就不是一顶压抑抑抑抑抑 所以压抑是会产生很多社会问题 是的 是的 你觉得刚才问题更大 就是你说不要说 不要做 但是又不知道为什么不要做 那这些反而是更加大的问题 但是你也说 现在我的女儿在小学那里 那些女儿在一起就是说的了 就是说这些事情 而且她回来会跟我说 那这个更大问题 没错 反而你收起来收起来 但是到最后我觉得 到最后你要考虑的就是 究竟就算将来出现了一些 所谓因为社会环境开放 然后出现了一些这样的问题 这个到最后因为他有value 这个人有value 他就可以处理到他人生里面的一些不同的问题 其实我觉得最大的冲击 对于这帮保守的香港人 香港人 怎样看这个自由呢 那些孩子是外国读书呢 就是因为香港就很 就是教导你们是很 顺服孝顺 听话 传统 我叫你怎样就怎样 阿爺是这样做的 你就做吧 但是西方社会 就完全是倒转的 是个人出发 就是 他们不会教你孝顺 他就是教你 如何做一个更加负责任的人 一个好的人 对于父母的那种 对父母只不过是一个尊重 但是我们会离开你的 但是我们会走 我们要发展自己的人生路 父母应该要好好照顾自己 就不要什么都指望我们去做些什么 这个就是西方和 就是传统中国传统的 很大的对立 我觉得是 是是 因为你说得很对的 就是西方人看的就是说 父母养大了你了 养到你18岁了 我都是跟我大儿子这么说的 18岁之后呢 我不会再侧你的了 我不会理你的了 你喜欢问就问我 不喜欢问就你自己负责的了 就是个人 好像是个体来的 每个人都是个体来的 就是我尽量在你18岁之前 照顾好你 或者叫做将我所知的东西 或者一些的价值 我相信的价值 去跟你说 但是18岁之后 你自己选择 想做一个怎么样的人 最重要的一句 我和我的孩子们说 最重要的一句 你不要有一天 我希望你不会说 老爸为什么你不跟我说过 你没有说过 那我就说 那我就不妙了 我说原来我没有跟你说过 那我就没有问题了 但是所以我尽量在18岁之前 我所知道的 我所相信的东西 我就会跟你说 但是18岁之后 就你们自己走 你自己选择的路 就是碰钉 都是你的学习过程 我觉得 是不是 就是不需要 所有东西都 embrella 去帮你 我就发觉香港 因为太多富二代 因为一般的香港人 都是well off 他们是比较有能力 去照顾他们的子女到很大 甚至 所以他们很多时候 就什么都还是要管控他们 包括出来做事 都可能管住你的银行户口 管住你的饮食 管住你认识哪个男女朋友 那个男女朋友的背景又如何 就是他们很多东西都是 很embrella式去管控 那其实 这个将来是会有个问题 如果 就是富不及三代 我不知道他们 哈哈 你现在有钱而已 你够钱给你的儿子 但你的儿子 会不会够钱给你的 他的下一代呢 就是很有疑惑 所以呢 这种方法呢 不可以永远 就是令到社会会萎缩 我经常都觉得 嗯 所以呢 概括来说 今天呢 我自己看 就是这样的 如果 我就比较注重 刚刚刚讲的第一点 比较注重小学教育 宁愿选一间 就是你就算 如果有钱 可以支付得起的呢 就宁愿选一间 可能譬如私校 你要了解他整个学校是 信念啊 如何操作啊 都值的 我自己觉得 小学花钱 花钱 去下去 令到你的小朋友 在那个最重要的时间 不是建立 knowledge 而建立他的 value 建立他的资讯啊 presentation 这方面的能力呢 最主要的能力 都其实是在小学的时候建立 是 然后跟着呢 我刚才所说的全部都是说的 就是我现在选了这间小学 就是一种 用这样的方式教育 至于其他英国的小学 是不是这样呢 我不敢担保 每一间都是这样 但是我相信 他们 刚才我说了 我相信 由于英国有他的那种文化 这个文化当中是有个所谓的信仰 这一样东西呢 所以呢 教育呢 不会差到哪里 我经常都跟这些朋友说 如果讲教育 我只有两个选择 美国 英国 如果讲美国还是英国呢 英国 非常之好啊 笑话 因为我真是 多谢你 告诉我听这么多英国的教育 所以我也说了 事实是会反映在 就是 这个情况是会反映在事实上 等于好像现在很多的 就是 就是 Top的University 都是英国 嗯 佔了很多的 就是Top5里面 都佔了很多间 所以 是有个 叫做 就是Impact 和Consequence出來的 就是因为他们的教育 是文化感 就是很开心听到 你们小学都有一些 那么好的老师 那么多 那么好的学校的program 去令到小朋友 更加有自信 这个是最难得的事 你最后这一点也很好补充就是 其实老师真的是很重要 很重要 就是老师真的很重要 我相信 香港以前也有很多很好的老师 香港也有很多很好的老师 老师一定是 要有爱心 要以学生的利益为本 但是呢 你现在香港搞到这样 很多老师走了 这个也不是新闻 就是 很多老师 可能很多老师来了英国 所以你说 梁振英你说什么 你说什么 你怎么唱衰也没用 好像袁华你说 事实摆在眼前 对吧 看Super Moon 是啊 没错 我知道小朋友等着你去看Super Moon 那我也不挣你了 少华 那我们下次再找个题目说一下 当然要 很多话题 就是说这些教育已经 我们刚才说了是冰山一角而已 是啊 我以为你会再说多一点 是啊 我说完了 这件事已经说得这么一集了 已经可以 还有大量话题 好了 好了 那我们下次见了 老徐 好了 大家记住了 订阅随时论 还有阮华频道 看完给我们赞我们 记住多多支持 最重要是订阅我们 是啊 好 还有你的平台 买东西的平台 是 Anita Choice 最近有阿扎那些食品 是吧 是啊 很好吃 很多人都问英国会不会有得买 不知道你们能不能买 我不知道 我先要了解一下 上网搜索一下 上网搜索一下 应该也希望有很多朋友问 英国会不会买到 可能要靠老徐 可能要 哇 阿扎不知道要不要功课给我 功课给你 是啊 是啊 真的不知道 是啊 好啊 多谢老徐 那我们下次再见 好吗 我们一个月后 好 好吗 好 再约你 我会约你 我又要淨身七役 淨身 淨身 好 Happy Super Moon OK 拜拜 拜拜